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希望大家能给堂堂点个赞,你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中老年人做这五件事,不但伤身还会折瘦,45岁到79岁必看。 古人经常说,四十不惑,五十之天命。 从医学角度来讲,45岁到79岁是身体机能更容易出现问题的年龄,这个年龄段的身体新陈代谢开始缓慢。 脑细胞的数量也开始逐渐减少,且不再恢复,可谓是人生健康的关键时期,如果保养得好,便会如年轻人一般越活越年轻。 如果保养不当,不仅疾病缠身,也为生命埋下隐患。 一,中年少做五件伤病事,一,挨饿。 有些中年人工作起来,长时间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,吃饭不定时更是潮湿,长期下去会导致水分营养缺乏,引起胃溃疡。 二,熬夜。 人到中年,由于工作任务繁重,特别是从事各类脑力劳动的人工作压力大,生活上长期熬夜就可能引起因神经系统过度紧张而导致的神经衰弱,溃疡病,高血压,冠心病,早衰等。 此外,长期睡眠不足还会造成大脑受损,促食早衰。 三,运动过量。 适当的体育锻炼可增强体质,有益身心健康,但过量的运动会使热能大量消耗,乳酸等代谢物在血液中堆积。 一,过度的运动量还会造成心律不齐,影响肝脏功能,导致筋骨和肌肉酸软,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。 四,拖延病痛。 不少中年人时常感到活得很累,经常出现头晕,乏力,凶梦,心悸,胃痛,失眠,气短,关节痛,食欲差时,还满不在乎的拖延就医,结果小病熬成大病,轻病拖成重病,以致失去治疗的良机。 五,玩乐伤神。 轻松健康适度的娱乐活动可以调节人的神经,但玩乐过度,比如熬夜上网,连夜搓麻,都会使体力消耗过多,视力下降,神经疲劳。 二,这四种健康问题需关注。 根据临床经验,专家们总结出中年健康低谷时,最需警惕的一些问题,如果发现自己中标了,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。 一,气喘吁吁,肺部老化。 肺是人体中最早走下坡路的器官,肺活量从20岁起缓慢下降,如不注意锻炼,到了40岁,有人爬几层楼梯,就会气喘吁吁。 生活中吸烟,厨房油烟,空气污染等都会加速肺部老化。 二,经常便敏,毒素累积,肠癌风险。 大便长时间滞留体内,时得体内毒素无法及时排出,肠内坏细菌肆虐。 压倒了以双脊杆菌为代表的好气菌,使得肠道菌群失调。 小腹胀,口气,黄鹤斑不断显现,日积月累可能导致包括肠癌在内的多种疾病。 三,腰酸背痛,关节退化,肌肉萎缩。 中年是肌肉骨骼的衰退期,表现为肌肉开始萎缩,弹性降低,收缩力减弱。 骨骼出现脱钙过程,骨密度降低。 很多人到了中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骨关节问题,比如老寒腿,腰酸背痛,关节咔咔响等。 四,睡眠不好,免疫低下,小病不断。 入睡难,多梦,浅睡眠等,睡眠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体免疫力变差,无精打采,各种疾病也会趁虚而入。 三天两头感冒,总觉得疲劳,浑身不舒服,都是免疫力变差的表现。 三,45岁后,多喝这两种水。 一,淡茶水。 茶含有抗氧化的营养物质,还可以清除人体的自由基,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及氨基酸,促进血液循环,缓解油腻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要喝淡茶水。 二,温开水。 温开水一直都是人类最好的饮水选择,补充水分,稀释血液,冲洗细胞,帮助代谢等等,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。 四,45岁后,要少吃这三物。 一,腌制食物。 腌制的食物氛围十足,但是这类食物对于45到60岁的人来说,这种食物会增加肝肾脏的负担,还容易引发高血压,高尿酸等问题。 二,油炸食物。 油炸的食物首先是易上火,其次是高脂肪。 这类食物尽量少吃,因为它们除了异于导致肥胖外,还是导致三高远胸。 三,霉变食物。 节俭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美德,但霉变的食物可能潜伏有大量的黄曲霉素,对于人体是有害的。 轻则食物中毒,重则导致癌症。 在45到79岁的长寿黄金期,平时要多注意养生的问题,看似简单的养生其中蕴含了很多人长寿的秘密, 特别是在饮食吃喝的细节方面,都是在给身体的一种考验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,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